好来关心陈水扁总统 这个前陈水扁 前总统陈水扁 他召开了记者会 公布了国务基要费的21案 要证明他没有贪污 但其中有五件 先来看看的是 他在涉滩遭到侦办的时候 曾经以机密外交为理由 对检察官来提出 其实陈水扁他自己 曝光了资助的名单 而且在15年之后才提起来 是不是要打认知作战呢 这一回陈水扁 他就是为了曝光 当年国务费的流向 想要证明自己没有贪污 结果这回曝光了什么 他曾经资助了660万元 给民运人士王丹 前国安局长薛时明就说 当年的民运人士 情报成效渐渐降低了 而且所求无度 所以大山资助的预算 不过其实当年的行情价 告诉大家 硬邀访台 除了激素 大约交汉意见 要给5到20万元 给660万元 这个陈水扁资助王丹的 这个金钱远远超过了 原本的行情价 是不是为了要打认知作战呢 为什么扯出这样的一个状况呢 是不是要掩饰贪污而乱扯呢 还是希望蔡英文能够因此来特赦他呢 立委赖事保就说 陈水扁是要拿筹码啦 要跟蔡英文要干嘛 要谈判 另外呢 立委李德伟也说 王丹拿绿营的钱攻击蓝营 钱反而变成了政党的私用 可以看得出来呢 现在整个状况越演越烈 而秦总统陈水扁 这样子公布的 21项的国务基要费案当中呢 这两岸就是资助民运人士王丹 刚提到这个660万元 其实真的远高于一般的行情 我们党立委赖事保就分析了 陈水扁的做法就是要来谈判 我们来联系嘉宇 好 主播观众 欢迎收看这小时 各位最新养的立法员赖事保 是 大家早安 是 文员早安 我们今天还是想要聊 有关于现在到底什么是认知作战 再加上前总统陈水扁 他揭露这个国务基要的费用 那有两项是来自民运人士王丹 资助的王丹600多万元 但是这真的是行情价吗 是不是有点超过了呢 行情价多少我是不清楚 但是一般来讲 这样的费用应该是 军情局那里会支付 那这个而且是机密在进行的 大概来讲也都不会去公布 对外来公布 一般来讲是这样子 所以行情价多少我并不知道 但是可以清楚的看得到 他资助王丹 然后他用这个钱来进行认知作战 来攻击在野党 这是非常不妥的 现在可以看得到 陈水扁原 前总统这样的动作 他其实这些话都应该在 法院里面来讲 不应该开记者会了 因为法院才有公信力 而且他有司法单位来判读 这个合适不合适 他这是一个道地政治动作 就是给蔡英文施压 希望能够取得特色 甚至于大事的机会 不要忘了他的案子 不是只有国务協会 他还有好几个案子 即便这个案子 按照他的想的来做的话 那结果怎么样也不知道 所以这个 我觉得他政治动作太多了 他现在是保外就医 大方向就是不可以参与政治活动 不可以出席政治活动 这些都是政治活动 他应该认真面对司法 然后才有办法 全部走完司法 才有办法谈到特色 我们再来看到 现在阿伯拿这些钱 有可能都是来攻击国民党 因为他要取得一个筹码 就是跟蔡英文来做谈判 但是现在的 我们要如何去抑制这样的恶行 毕竟他也前总统 然后又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甚至用保外就医来去阻挡 他开这个政治的记者会 那现在在野党该如何去防范呢 我们老实讲 我们现在非常弱势 你知道所有的资源 都在执政党手上 你的司法单位 一些高院的法官 都被换得差不多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觉得就是需要 第四群媒体 好好地把事实揭露出来 我们一起来监督 这个专制独裁的一个执政党 这才是政道了 大家老百姓要学行 要多看看 多听听不同的声音 多听听反对党 以及其他媒体的声音 比较重要 是 我们再来看得到 除了阿扁他做这么大动作的 一个甚至宣传之外 国民党如何去防范之外 我们再来看到 蔡英文总统 他应该是怎么样去看 这个陈水扁他的一个态度 那未来他又会怎么样去 对待前总统 他我这个没办法听他回答 他自己要看着 说他我们是法式国家 那目前来讲 保外就医条件是不是 已经结束了 是不是有彩虹线 他要去处理 那目前看到 就是可以让他这样子 任力地践踏我们的司法 这才是一个国家的备案 是 谢谢委员 谢谢 好 首先我们先来到 有关于前总统陈水扁 他近日就揭露了 这些国务基要费 但是这个国务基要费 内容当中 包含两项是有关于 涉及民间人士王丹 而这个资助的经费 是高达六百万元 六百万元是真的是 高过于行情价 很多的一些了解这些事情 人跟专家学者都说了 其实这六百万元 他们不是用这个国务基要费 但是阿扁他不止现在是 保外就义的状况之下 连开了好多场记者会 都是在讲政治 刚才六百万元 赖世宝就质疑了 他现在是保外就义 其实照理说 按照这个法治国家来说 他如果保外就义 他在记者会上 就不能讲这些法条 但是他现在呢 就在拿筹码 来对抗总统蔡英文 因为他想要拿筹码 去跟蔡英文总统谈判 谈判说 能不能有可能 去做一个特赦的动作 刚才有问到说 赖世宝委员说 那现在蔡英文总统 下一步以及国民党 要如何去防范 这样的事情呢 其实在野党现在面对 就是主要是 第四拳的监督力量 因为现在呢 就是监督力量非常重要 虽然呢 我们不敌执政党 这么多的一些力量 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蔡英文总统 他几乎是就是一手遮天 不只是现在提名人士 他都一手抓了 现在不只是监控陈水扁 他尽管保外就医 还可以去有关于 透过这个资助的经费 高达六百万元 给这个民间人士王呆 那是不是我们就应该 质疑说呢 这政府的公信力 以及媒体第四拳的重要性 以上是谁的故意最新 我们将今天的交易给 彭琳主播 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咯 水神跟病毒 或家中的细菌作用之后 就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 也不会污染 如果家中呢 有饮法族 有儿童 有孕妇 都适用 如果您想购买的话 当然会在快点够购买 才是最划算的